各位同學 我想喜歡紅紅夢的人真的很多 那也歡迎你們來跟我分享一下 有關紅紅夢的一些研究心得 我們簡單做一個開場吧 就是說紅紅夢當然就是大家最熟悉 最耳熟能詳的一部中國傳統小說 那我想沒有看過的人 大概也都很輕易的 也可以朗朗上口 對裡面的若干人物情節發表意見 所以我想這真的是一個非常獨特的閱讀經驗 也是一本發揮了很獨特的 影響力的一部文學作品 但是在我這漫長的閱讀跟研究過程中 我突然發現很多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在閱讀的時候 是不是有一些盲點 然後這個盲點是來自於個人的特殊性格 來自於時代的某一種特殊風氣 然後無形當中主導了我們 怎樣去讀這部小說 以及怎樣的對這些人物跟情節發生詮釋 那以至於這些詮釋跟這個感受 是不是其實是在一個預先的這個前提底下 就已經被決定了 而不是這部小說真正的內涵 那就在這個閱讀過程當中 我注意到兩個現象 第一個就是說 有好多的細節是被我們所有的研究者 跟讀者在討論的時候一致忽略的 那麼這些細節非常的重要 因為如果他是當作一個被遺失的拼騙 我們把他重新再找回來 然後進行重組 然後你就會發現 原來我們所習以為常想當然爾的那個人物圖像 就會發生變動 那麼有一些是我們覺得非常熟悉 大家耳熟能詳的一些經典場面 或者是一些所謂的重要情節 我們如果在閱讀過程中 在這些地方停頓下來重新思考 思考什麼呢 思考說他在什麼樣的處境 這個是一個什麼樣的情境 那人性在這個情境底下他為什麼做出這樣的反應 而這樣的反應背後所預設的一個價值觀 這個思維模式又是什麼 如果我們這樣常常停頓下來重新思考之後呢 再加上我們把那些遺失掉的這些細節的拼騙 再重新這個召喚回來 然後於是我們就會很驚訝的發現 紅樓夢真的不是我們所習以為常的 所認知的那個樣子 那於是就在這樣一個不斷的尋憂探盛 也不斷的有許多柳暗花明的這些發現之後 我覺得也許我們對紅樓夢真的要來重新閱讀 那這個重新閱讀的過程 當然是非常喜悅的 因為我們總是有一些新的發現 那這些新的發現呢 當然我們就要放在這兩年的課程 好 現在是紅樓夢1 我們應該還會有個紅樓夢2 那麼在這兩年的課程呢 我們會逐步的希望可以跟各位一起來分享 我們重新展開的不同的文本風景 那紅樓夢也許提供給我們一個 跟過去不一樣的一個思考的空間 那在這樣子的一個心態底下呢 我就想來跟你們分享一下 那到底我們被自己 被這個時代的某些成見 所預先決定的閱讀方向 跟這個閱讀方向所決定的某些閱讀成果 究竟是什麼 這些盲點究竟在哪裡 那所以我們這邊首先今天剛開學 所以我們會先發兩份的講義 那第一份呢 就是紅樓夢中的這個主要人物關係表 我先跟各位做一個解釋 就是為什麼我會要整理 這樣一份人物關係表給大家 原因就是因為紅樓夢的人物實在是太多了 他簡直像一個百科全出式的 然後把各式各樣的人 他的特殊處境 然後他的特殊心靈反應 他的特殊人格特質 都做了非常典型的一個造像 那所以這麼樣的複雜的情況底下 我很擔心有一些對紅樓夢 並不熟悉的同學會眼花撩亂 當這些人物關係你弄錯的時候 也許你對他的言語或行動 就會有錯誤的判讀 所以我們發了這一份人物關係表 是我折衷過之後 我覺得應該是最適用的 他不會向有些人物關係表悟求全面 而反而呢過度的膨雜 那個對入門者來講 反而會造成很多的誤導 那麼這個表又有另外一個優點就是說 我把他的方向性也這個一併考慮 什麼叫方向性呢 那因為我們的獎勵一路發下去 如果已經拿到的同學 你們可以先看一下 那我先做一個簡單的解釋 你們會發現紅樓夢裡面 當然甲府其實是分為兩支 這兩支其實是很重要的 一定要分清楚 那一邊叫做寧國公所派生下來的寧國府 另外一邊是不是我們其實是最熟悉 也是整部故事的主要舞台 也就是榮國公這一支的這一個榮國府 對不對 那但是請各位注意一下 寧國公的那一支寧國府 他有同時另外的名稱叫做東府 是東邊 那麼各位你們看一下那個榮國公這一邊 他其實又叫做西府 那麼這樣的東西的安排 事實上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倫理之序 紅樓夢是完全架構在中華地質晚期的一個 我們的這個禮教文化最為成熟的一個階段 他裡面其實反映的是我們現代人可能都不了解 甚至在不了解之前就會先加以反對的傳統文化內涵 這一點如果我們不能夠好好地掌握的話 我們就會對紅樓夢有很多的誤解 那個誤解某個意義來講 並不是我們要來客觀認識紅樓夢 而只是在投射我們這個時代所想要的價值觀 那麼我們這個時代想要什麼價值觀 我們就開始投射 誰誰誰符合我們這個價值觀 於是我們就去讚美他 我們就去慎揚他 而不顧這到底是不是這個人物真正的內涵 所以就此而言呢 我想透過這個東跟西的安排 我先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這一點 但是中華文化其實是非常博大精神 他的倫理秩序跟各式的一個文化的制度 事實上是我們現代人幾乎難以忘其崖岸的 那麼假設說我們不能夠實時回應到這個部分 就會有很多事沒有辦法正確理解 所以這事先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的一點 然後各位你們再看一下這個人物關係表 請注意一下他的那個世系的演化的情況 然後各位要注意一下 這個東府跟西府的那個人際關係 還有他所這個派生出來的一個子孫形態 你們就可以有一個清楚的了解 那我知道有同學臉上已經浮現出疑惑 因為老同學都知道我是很環保的人 勿以善小而不為 所以我們這個都是回收紙在利用 沒關係那個也一樣 好那個也一樣我們等一下會用到 那我們一共會發兩張講義 一份是人物關係表 一份就是我們現在要來開通民意 跟大家分享的一個我認為這麼多年來的一個心得 我們的一個思想準備就是具體濃縮在 這個分析詮釋的原則上 好那這就是我們等一下要準備給大家 那我不知道你們在場的同學們拿到了多少 只拿到那個分析詮釋的原則是嗎 好那沒有關係 我這邊的檔案沒有留存沒有留在這邊 好沒關係 總之我想你們對於這個賈府 應該多少有一點起碼的認識 只是那些認識可能不夠精確 也不夠細緻 所以會產生毀搖 那這份人物關係表 因為助理還在幫忙發 那麼大家稍安勿躁等一下會看到 那你們就會發現 賈史王薛四大家族之間的關係 那我們沒關係 現在就先來看一下 我希望大家在閱讀《紅荒夢》之前 先要有很好的一個思想心理上面的調整 這個調整就是說 你千萬不要用你現在的價值觀去看待它 那麼我們現在到底有哪些價值觀呢 這個恐怕我們都是百姓日用而不知 我們活在這個時代空氣底下 可是我們可能不知道構成這個空氣的具體因素 以及它的色彩是什麼 我們只是想當然而的運用這一套 價值觀跟思維模式去投射在我們周遭的一切 那麼我現在要負責把這些我們 起焉而不察的那個思想運作法則提示出來 讓大家稍微參考一下 首先各位請看一下你們手邊有的這份講義 我希望各位要了解一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就是我們藉由日本的一位禪師 就是山本玄將禪師 他在龍澤市獎金的時候有一段話發言聲醒 他說一切租金皆不過是敲門磚 這個敲門磚是要什麼呢 是要做什麼用呢 他是要讓我們藉由這部經典敲開門 敲開門倒不是要去看到那個百官之父 要去看到紅樓夢裡面的各式各樣多彩多姿的寶藏 其實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打開門之後 要換出其中的人來 那個人是誰 那個人就是你自己 這話發人聲醒的意義在哪裡呢 那就是各位你是什麼樣的人 你就會讀出什麼樣的紅樓夢 你是什麼樣的人 你就會怎麼樣的去解釋這個林黛玉 你就會怎麼樣的去解釋薛寶釵 那很有意思說那些解釋某個意義來講 都是我們在自己的人格特質 所形成的有色眼鏡之下所看到的樣子 所以經典的意義 他某個意義來講是拿出我們自己 然後去跟經典之間做一個激盪 做一個召喚 召喚出來的其實是內在的那個自我 所以當我們意識到這一點之後 各位就要小心囉 你為什麼會這樣去解釋這個世界 你是悲觀主義者 你還是樂觀主義者 你為什麼覺得林黛玉就是寄人底下 楚楚可憐 然後養人鼻形 你是不是忽略掉很多的東西 以及你自己對於人的理解 就停留在這個層次 那就是真正的你自己 是你可能沒有意識到的自己 好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發現 第二個可以注意到的就是說 既然在這樣的關係當中 我們就會知道讀者的角色 其實跟經典是一樣重要的 經典是封閉的 是禁止的 已經是具體存在在那裡的一個固定的樣態 但是這個固定的樣態 要怎麼樣讓他先活過來 怎麼樣重新回復到他活生生的 有機體的一個生命運作的那個模式 跟那個風貌 那就是我們讀者的責任 林黛玉到底是怎麼樣存在 他有沒有歷經他人生中的許多的變化 他有沒有一些人生中那麼許多的困惑 跟賈寶玉一樣 賈寶玉有沒有價值上的矛盾 而造成他巨大內心中的痛苦 而我們一無所知等等等等如此之類的 那都是要靠我們讀者去把他挖掘出來 當我們讀者是一個單面向的 是一個很簡化在思考的人 是一個投射型的人 那時候你召喚出來的賈寶玉跟林黛玉 就是非常扁平化 非常單一的那個形象 所以越是能夠豐富的多念的深刻的 去闡述這些人物的內在的讀者 他其實某個意義來講 他已經提升到跟經典一樣高的地位 所以怎麼樣的讀者就會讀出什麼樣的紅樓夢 我覺得這一點要讓我們深深的自我期許 也深深的自我警惕 我們作為一個讀者必須要客觀、重肯 而且一定要努力 沒有努力研究過就不要妄下斷言 很多的事情是我們真的只是捕風捉影 然後我們就想當然就是如此如此 可是我們會不會太過輕率 我們會不會對於我們所批評的對象太過不公平 我們連他都不了解 憑什麼我們可以對他下判斷 我覺得這是我們在待人處世 在讀書的時候其實都應該要很深刻 隨時意識到的一個自我的警惕 所以作為讀者你其實一樣重要 這個我想請大家一定要好好的自我期許 那麼但是我們到底要做怎麼樣的讀者 才配得起這一部非常豐富的經典呢 假設說《紅樓夢》的內涵是那麼的廣貌 那麼的深不可測 那我們又要達到怎麼樣的讀者的一個要求 才能夠把那個深不可測跟廣貌給展現出來呢 那作為讀者應該要怎麼樣來自我鍛鍊呢 我下面整理幾項 也許是各位平常可以訓練自己的一件事情 那你們看到講義我為了節省空間 所以就把它盡量整合在一起 但是我想條理還是非常清楚的 我們一起來分享一下 那如果沒有拿到講義的同學 可以一起透過螢幕 我們都很清楚可以掌握得到 那麼我是不是可以先問一下 在場沒有拿到講義的請舉手 就是這一份講義 好 那請放下沒有太多了 我下次再補印給你們 總之呢 各位請看一下 第一位我們要請大家來觀摩的一個小說創作者 以及有豐富創作經驗 同時又有很深刻的批判思維的一個小說批評家 就是Henry詹姆斯 Henry James 那麼他是在英國非常著名的一個小說家 那對於小說的體認 那麼在西方的那個思想訓練底下也非常的深刻 我們看到他所講到的這兩段話 真的發人深情 他說他在小說的藝術這篇文章裡面說 各位要注意囉 我剛剛說了我們讀者非常的粗心大意 好多重要的細節 我們就視為之為末節而不予重視 然後就輕易放過 可是我們卻不知道魔鬼就藏在細節裡 那些細節其實是一樣重要的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們的讀者 這麼輕率的就判斷他不重要 你想想看一個偉大的作家 憑什麼不重要的東西 他還要寫在他的小說裡 對不對 這不是一個很荒謬的邏輯嗎 所以我們必須要調整心態就是 這個偉大的作家他創造一個偉大的經典 既然他叫做偉大 也就是構成這部小說中的每一個部分都一樣重要 否則他沒有必要去灌水 對不對 他沒有必要浪費筆墨在一個不重要的東西上 換句話說 反過來道理是相通的 所以偉大的作家寫到他偉大的經典裡面的 任何情節都一樣的重要 這在人家西方 對於小說藝術走得非常前沿的 這個Henry James就已經提醒我們了 各位注意一下 將已經是100年前了 好 已經100年前 而我們的讀者是不是落後了100年呢 他提醒我們要說某些情節在本質上 比別的情節重要得多 他說這話聽上去幾乎顯得幼稚 好 真的是幼稚 可是我常常在我們的同學 或者是學者的討論當中 看到這個幼稚的表現 因為我們總以為 最重要的就是黛玉藏花那一段 就是什麼什麼的 哪幾段 然後那幾段常常就被孤立的凸顯出來 然後就開始做各自各樣的發揮 然而這是公正的嗎 這是真正客觀全面的嗎 我們怎麼可以忽略掉 比這個所謂經典場面更多更多的細節而不顧 然後就只專注在一個特定的焦點上 這個焦點當他失去了支援體系的時候 然後恐怕就會架空的被我們做任意的詮釋 而這就是我們的思想上的盲點 所以我希望大家要特別注意這一點 任何細節都一樣重要 不管你是一個讀者或者是一個研究者 你必須要有很全面的 對於這個情節的這個掌握 然後有足夠的那個database 你才有資格去召喚出一個完整的整體出來 那這個是他所提醒我們的第一段 那麼第二段他就告訴我們說 為什麼任何情節都是一樣重要 因為一部小說是一個有生命的東西 像任何一個別的有機體一樣 它是一個整體並且連續不斷 而且James認為他越賦予生命的話 你就越會發現在他的每一個部分裡 都包含著每一個別的部分裡的某些東西 這個話是翻譯文字有點拗口啦 不過他的意思就是說 就好像我們身上的細胞 你不能夠說我手指頭裡面的細胞 比不上我的腦細胞重要 事實上同樣都是細胞 是一個有機體的一部分 你手指裡面的那個細胞所含的DNA 跟你的腦細胞應該是一樣多 而且他的密碼的深奧跟微妙 也應該是同等的 他的意思就是這樣 所以你怎麼可以想像得到 林黛玉只有在黛玉藏花那一幕 才充分表現他自己呢 怎麼可能呢 人的生活 他的生命的展現是連續的 而且在連續當中有很多層次 有很多的變化 你怎麼可以只聚焦在某一個片段 然後就斷定 這就是他的全部 這很明顯是以偏概全 很明顯是消逐勢率 我們為什麼可以做一個粗糙的讀者 去做這樣的工作呢 所以讀者非常重要 你必須要做跟作者一樣的努力 你要很辛苦的爬書 你要盡量的好好把這本書讀熟 你要常常停下來思考人性的反應 這些問題 你才能夠真正的達到跟作者類似的高度 好 這個是提醒大家 所以任何一個情節都很重要 因為他包含的DNA 對於人性的密碼 他的豐富跟深奧的程度是完全一樣的 好 這個是請大家注意 那麼所以這麼一來呢 我們來看另外一位俄國的文運論家 他非常年輕就過世了 叫別林斯基 你看西方的文藝批評家 真的走到好前面 他們盡量把就是讀者個人的成見 盡量的秉除盡量的抽零 為的就是要清楚完整深刻的理解對象 好 那我們讀書不就是為了這個目的嗎 我們讀書不就是為了看到我們原來不知道的東西嗎 那這才能夠構成我們個人的成長啊 所以我常常感慨一件事情就是說 好奇怪喔 我們的同學 包括我自己 以前的同學以及以前的我 我們讀書竟然只是為了印證 我們在讀這本書之前就已經知道的東西 你們有沒有這種感覺 讀完了《紅夢》之後 林大優還是那個樣子 薛法菜還是那個樣子 那我真不明白這樣的讀書到底意義在哪裡 所以讀書事實上是要打破舊的自我 然後去開啟出我們新的自我的可能性 所以讀者才會跟經典一樣的重要嘛 所以各位 我們在做人處事在讀書上 都要注意別林斯基所提醒我們的在論斷中 注意 這個論斷不只是在做研究 也不是在做閱讀心得的表達 也包含在我們平常生活中的待人處事上 不知道的事情就要謹慎 不要往下斷言 而你做論斷的時候更要注意 你必須避免各種極端 極端當然是滿比較強而有力 比較醒目 但是這是一個危險的誘惑 它會讓我們誤入歧途 所以我們必須要做的一個好的讀者 一個好的批評者 反而必須要避免各種極端 因為每一個極端當然是真實的 都沒有錯 事實上這不是錯不錯的問題 這不是科學 人文在任何可能性裡面都可以是對的 但是問題是你對不表示你就是最全面的 所以這些極端僅僅是從事物中 所抽出的一個方面而已 而一個完整的生命體 它有好多其他的面 所以只有包括這個事物的各個方面的思想 才會是完整的真理 而這種思想的優點在哪裡呢 它能夠掌握住自己 不讓自己專門沉溺於某一個方面 不會專門沉溺於林黛玉 就是什麼多仇善感 就是什麼什麼個人主義就是什麼 你現在那裡本身沒有錯 但是它卻就是以偏概全 所以我們要努力做的是 要從他們具體的統一當中 看到全體 林黛玉真的只有那樣嗎 賈寶玉真的只有那樣嗎 那薛寶釵也僅止於如此嗎 這都是我們必須常常在論斷的時候 要很自覺的提醒自己的 好 所以這個是俄國的別尼斯基 那我們現在再跳到一個另外一位歐洲 各位都非常熟悉的小說家 他是捷克人 當然已經規劃到法國去 那你們最熟悉他的作品就是 《生命中無法承受之輕》 好 那各位你們看一下第一段 好 這個米蘭昆德拉 他自己對小說也有非常多的省思 那麼歐洲人他們在他們的人格 跟文化素養的養成過程中 其實都深深受到哲學 我的哲學就是指思想的訓練 所以他們很不輕易的讓自己模糊 讓自己粗糙 然後讓自己想當然爾 所以米蘭昆德拉他至少在使用概念上 你們都知道他在《生命中無法承受之輕》 裡面有很多哲學概念對不對 什麼非如此不可啦 什麼永結回歸啦 你就知道說他是很清楚的知道 他在講什麼東西的人 他是在回應某些歐洲人 幾千年在思考的一些問題 那作為一個小說家 他就把他的思想的那個訓練 也反映到他對小說這個藝術的本質的認識 那各位你們看一下這段也是在 他的一篇也是叫小說的藝術 所提到的一個說法 這段話我為什麼要特別跟各位分享的原因就是 各位讀《紅樓夢》 非常常見的一個盲點或者是誤區 那就是我們總認為 《紅樓夢》裡面一定有一個作者的價值觀 好 那個作者就是曹雪芹 然後我們好像要去做的事情 就是曹雪芹到底比較喜歡誰對不對 曹雪芹支持的那個價值觀到底是什麼 那只要是我們判斷是曹雪芹的價值觀 我們就認為是對的是好的 是這部小說要張揚的價值 是不是這樣子 我們好像都是這樣去看對不對 然後呢 所以曹雪芹很顯然比較喜歡林黛玉 比較不喜歡薛寶釵 好啦 所以林黛玉的個性 以及這個個性所可能擁有的一個文化內涵 好像就變成《紅樓夢》所極力要去 張寫要去包揚的一個價值觀 這種做法非常的普遍 非常的常見 包括過去的我自己 然而當經過了這麼多年的一個重新思考之後 我發現這真的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事情 為什麼危險呢 我要跟各位提醒一件事情 你們猜猜看 一個作者真的是用他自己的價值觀 來主導他的寫作嗎 這是第一個問題 好 第二個問題 假設他是用他的自覺的一個個人的價值觀 在主導創作的時候 難道沒有其他非自覺的潛意識 會滲透到他的底端 而影響到他的寫作嗎 有沒有可能 當然有 我們每個人都有潛意識對不對 這個一百年前活了一個早就說 好 那如果在這種情況底下 作者都有非意識的 潛意識的這個層次的一個某種力量的干擾 而在他的寫作中發生了這個影響 那麼憑怎麼我們說 有一個所謂作者自覺的價值觀在引導 懂我的意思嗎 我的意思就是說 所以甚至有作者自己都不知道的某些東西 都已經加進到他的具體寫作裡面來 所以怎麼可能有一個所謂的清楚的作者的價值觀 在作為質疑呢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問題 第三 假設作者這麼做了 你會認為這是一個好的做法嗎 一個作者用他自己的價值觀善惡二分 然後是非分明 然後就他所認為對的東西 作為全書的主軸去引導 你認為這樣會是一部好的小說嗎 一部好的小說不是更應該是很廣袤的 多元的開展人性的各種可能嗎 對不對 那這麼一來 假如有一個很明顯的一個優勢的意見 在作為最高亢的唯一的這個獨白 你真的會覺得這是一部好的作品 會深深吸引你嗎 我想恐怕不會 這個是第三個問題 然後第四個 我們真的要來思考一件事情 作者在創作的時候 除了潛意識之外 還有沒有別的一些 我們真的沒有辦法 一直到今天為止 都沒有辦法去破解的創作的奧妙呢 什麼叫創作的奧妙 我先說舉幾個例子 這個是各式各樣的藝術形態的 創作者都有的共通經驗 第一 你們都很認識那個日本的 應該叫做漫畫之神 就是手種智蟲 有沒有 唸手種智慧 也可以 你們知道嗎 他的例子可多了 我舉一個他津津樂道的一個創作經驗 我來考你們 你們最喜歡他漫畫裡面的哪一部 哪一個人物 我最喜歡怪異黑傑克 好帥對不對 好 好迷人喔 對不對 在他表面上的酷酷的 有沒有 男人不壞 女人不愛對不對 可是偏偏他壞的又讓人很憐心 等到你越了解他 你越覺得原來他背後 有這麼多陰暗的痛苦的那一個層次 你就會由恨而生怜對不對 好像女生特別喜歡這一種形態 好 但是呢 我要跟各位說明 你們該不會有比較喜歡廉紙小金剛吧 有喔 好 那你還有很有童心 好 我要說的就是手種智蟲說 事實上他在創作那個怪異黑 怪異黑傑克 好 的時候 他事實上自覺的 他真的有一個非常明確的創作目標 他就是要創作出一個大壞蛋 好 就是醫術很高 可是人品又很差 趁火打劫落井下石在你生死垂危之際 我就趁機勒索 懂嗎 他真的就是要創造出一個大壞蛋出來 真的 但是沒想到他他自己都很意外 他覺得奇怪了 等到他這部第一個故事看出去之後 所引發的迴響完全超出他的預期 就是沒想到大家都好喜歡這個角色 覺得他好迷人 覺得他這麼這麼這麼的深刻 好如何如何之類 連他自己都很意外 怎麼可能是這樣呢 一個壞蛋不是應該大家很唾棄才對嗎 所以連一個作者都不知道說 無形當中他所寫出來的一個人物 事實上在讀者的反應當中 遠遠的跟他的期望呢發生了分歧 好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例子再現於很多其他的創作者的經驗中 包括寫小說 包括什麼什麼 那麼我們等一下會介紹的另外一個小說家 兼 小說理論家 他就有提到 真的一個活生生的小說的人物 好奇妙啊 他根本不受小說家的控制啊 他有他自己的生命 當你剛開始好像是你創造他出來的同時呢 他事實上就開始獨立出來了 你知道嗎 你必須順著他的個性去寫 他已經脫離了你的掌控 好 那他有他的生命 那於是小說家反而退居到一個 只不過是把這個生命呈現出來的一個媒介而已 這個生命有他自己的力量 他自己會成長 會變化 會有他自己的道路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那麼創作這樣的微妙 我們到目前為止好多的哲學家 還有甚至科學家他們想要去理解 到底創作他是在一個什麼樣的狀態 你的腦波如何 你為什麼會有這些神妙的體驗 然後呢會有這麼樣的動人的一個效果出來 老實說目前為止沒有任何一個研究 可以真正得到解答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創作是一個連作家本身恐怕都不能參透奧妙 他只是一個有一點點是上帝的選民 被指派來從事一件複雜到 連他自己都不能體會的工作 你們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就此而言 我們如果要問這個小說家的價值觀是什麼 他到底想要表達的是什麼意思 這個問題是不是就全部問錯了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何況各位要注意一件事情 接下來第四改第五個啦 我們的順序已經忘掉了 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就是 好 就算我們作者真的有一個很明確的意見 他也如實地表達了 可是不要忘記一個作品的生命 是不是由讀者所賦予的 讀者不去讀 不去詮釋 這個作品其實就是被封面蓋住了 他根本就死掉了一個東西 那只有讀者的閱讀 才能夠重新讓他鮮活過來 所以讀者怎麼讀 我們剛剛一再重複這一點 讀者怎麼讀就是你賦予這部小說生命的一個魔幻的力量 你的手指接上了那個上帝的手指 突然之間瞬間生命就產生 那麼我要說的就是 你讀者怎麼讀既然那麼重要 為什麼我們要去管作者在想什麼 所以老早在幾十年前羅蘭巴特的名言 就是作者已死嘛 對不對 作者寫完之後這個作品就是在人間流傳 他的生命他有什麼內涵 就是由各式各樣的讀者去賦予了 他事實上已經喪失了他的發言權 就這些文學理論來講 都在在地告訴我們說 請不要去追問曹雪芹在想什麼 不要去用所謂曹雪芹的價值觀 來作為你對這些人物跟情節的論斷標準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以後不要再去問這樣的問題 因為這個問題根本是一個非常無聊的 而且根本上是沒有意義的問題 那麼他甚至也不可能達到 為什麼說不可能達到 你真的可以起曹雪芹於地下而問之說 你到底是什麼意思嗎 當然不是啊 你所以為的曹雪芹什麼意思 不也是你解讀過程中所形成的嗎 對不對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零零種種 我們剛剛從各式各樣的層次 就是希望大家注意一件事情 讀者跟經典一樣重要 請你做一個好的讀者 這個好的讀者嚴格的自我控制 不要讓成見主宰 不要讓你的情緒去干擾 不要讓你的時代來阻礙 然後你好好的去了解 紅的夢到底是什麼樣子 這個是我希望你們注意到的 所以果然米蘭昆德拉 也透過他個人的創作經驗 告訴我們說我小說中的人物 是我自己都沒有意識到的諸種可能性 你看連他自己都沒有意識到 那所以你憑什麼去問米蘭昆德拉 你為什麼創造出薩畢娜 你為什麼創造出那個特麗莎 那說不定他自己都沒有意識到說 原來特麗莎事實上是這個樣子 我只不過是初步給他一個雛形 沒想到他自己那麼的豐富 所以這是第一點 所以正因為如此 各位這是第二個要注意的問題 正因為如此 作為一個創作者 好像是賦予這些人物生命的那個上帝 他事實上對於他筆下 所賦予生命的那些萬物 也就是各式各樣的人 他猶如上帝一樣 我對他們都一樣的喜愛 都是他認識到的人性的各種可能 那麼這些在摸索 探索 跟塑造他們的過程當中 作家彷彿也在經歷人性之旅 也在不斷的對人性有新的發現 所以他是他們 他都沒有意識到的各種可能性 所以我對他們都一樣的喜愛 他們也都同樣的讓我感到驚訝 我引用這一段的原因 所以要告訴各位不要再去問 紅樓夢或曹雪芹比較喜歡誰 知道嗎 我可以百分之百的告訴大家 曹雪芹沒有比較喜歡林黛玉 那他也沒有比較討厭薛寶釵 他事實上都對他們一樣的喜愛好嗎 這個有很多其他的文本證據 我們接下來各個單元看到的時候 再隨時補充 所以就此而言 請大家要注意盡量客觀 不要再去用褒貶、是非、善惡 這一種很簡化的二分法 作為你閱讀的指導 好 這是第一段 那下面這幾段呢 事實上是那個米蘭昆德拉 大概是在1985年 他領取耶路撒冷文學獎的時候的一個誌詞 那個誌詞非常的精彩 那我引述其中的這幾段 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他說不只是一個創作者 對於他筆下人物感到驚訝 一樣的喜愛 他甚至認為整部小說 根本上就不應該有任何的 單一價值觀的一個主導 好 我們念一下下面這一段 他說小說並不是人類的自白 也就是也不是個人的自白 他事實上是對人類生活的一個總體考察 所以作家他不是在偏好誰 然後我把我的愛好寫成小說來公諸於世 我事實上寫小說是為了要考察整個人生 整個人類生活的面貌可以有哪些的豐富 有哪些的深刻 他是在做這件事情的 而什麼叫做人類生活呢 因為你們看看什麼叫人類生活 生活已經成為網羅了 千一反而動全身 那麼複雜糾葛 不可能有一個什麼單一絕對的價值觀 被凸顯出來的 懂你意思嗎 所以他要發現的是 這些人類生活的豐富 奧妙 複雜 糾葛 跟無可奈何 所以這個是我們小說要做的工作 這麼一來 創作小說的小說家 他就不是任何觀念的代言人 要注意喔 這要注意 這真的是我覺得我們華人的那個閱讀 很常出現的一個毛病 就是我們習慣於用臉譜式的解讀 這個是好人 那個是壞人 你們有沒有這樣的經驗 看一部小說或者是看一個連續劇 或看一部卡通 你們小時候都有這樣的經驗吧 什麼科學小飛夾啦 一定有一個惡魔黨 對不對 然後一邊就是好的 然後我們在看任何一個連續劇呢 首先很急著要確定的就是誰是好的 誰是壞人 這樣好像我們比較安心 有沒有這樣的經驗 有對不對 那所以這大概是人性 也大概是我們這個文化的某些性格 所影響的 但是我們現在要做一個好的讀者 我們應該要來調整這個心態 所以小說家不是任何觀念的代言人 嚴格說來他甚至不應該 為自己的信念說話 因為他是要很客觀多元豐富的 來呈現這個世界 他的自我只不過是非常渺小的一個人類而已 小說家也只是一個人類而已 知道嗎 沒有任何一個人類 他應該要凸顯於凌駕於其他人類去上 所以既然如此 我們呢 不是小說家 而是閱讀者 更不應該去找一個所謂的觀念來作為代言 這樣懂的意思嗎 所以不要再什麼永靈派 永靴派 這其實都是非常幼稚的一個閱讀心態 好 所以既然如此 我們往下看這一段是要告訴各位 小說人物既然如米蘭坤的啦 剛剛所說的 是他自己都沒有意識到的可能的一個體現 所以他到底是怎麼產生 這個小說人物是怎麼被寫出來的呢 這大概也是我們紅學裡面 常常被爭議的一個問題 有人認為林黛玉 薛寶釵 史香妮這些都是時有其人 都是曹雪芹在他的家族裡面有一個原型人物 然後模仿他 把他再現出來 但是從小說學的觀念來看 恐怕這個說法會讓小說家的創造力 觀察力 綜合力受到貶低 因為小說家他如果只能有一個 很具體的典型人物去模仿去寫作 你不覺得他其實就只不過是一個模仿者而已嗎 對不對 所以我們下面米蘭坤的啦這件話 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解答 他說小說人物不是對活生生的生命體進行模擬 小說人物是一個想像的生命 是一個實驗性的自我 因為他也在了解人性 人性那麼深不可測 我也是在探索的過程當中 然後才赫然發現原來如此 原來如此 所以他筆下的小說人物是 連小說家自己都會感到驚訝 了解嗎 這個事實上都是一以貫之 背後有一個整體的概念的 所以各位要注意一件事情 既然小說家對他筆下的每一個人物 都一樣的喜愛 所以好的小說他基本上就會猶如 俄國的偉大的文論家巴赫金所說的 他是一部副調小說 那麼這個是巴赫金所創造出來的一個名詞 用來作為跟所謂的單一價值觀底下的 一個獨白型的小說作為區隔 什麼叫做單一價值觀的獨白型小說呢 就是剛剛所說的那個小說家 用他自己的某一個理念 然後透過小說作為傳聲筒 然後他自己小說家本人 也變成了一個觀念 某一個理念的代言人 這樣懂嗎 然後就是用一個所謂的好物 然後來主導 那巴赫金認為這樣的小說其實是比較低層次的 事實上好的小說是副調 什麼叫副調 這是來自於那個古典音樂的一個概念 他跟我們一般所熟悉的歌曲、樂曲不一樣 你們會發現你們平常唱的歌 不管是合唱或者是流行音樂 甚至是那個古典的交響樂 他的主旋律是不是基本上只有一條 對 我們就聽那個主旋律就好 其他的基本上只是為了烘托他 讓他更美透過和聲透過什麼之類 可是副調音樂的概念完全不一樣 他有好多條主旋律同時併存 同時併近 你要聽這個聲部 你也可以聽到一條很優美的 製成一個完整體系的一個旋律線 你要聽下一個聲部的 他又是另外一條旋律線 然後都一樣的好聽 都一樣的重要 而最有趣的是這幾個主旋同時存在 而且彼此又互相和諧 這樣懂嗎 而不會互相衝突 所以八格金他就藉這個音樂的概念來解釋說 偉大的小說應該是副調小說 就是基本上裡面有很多個價值觀 他們客觀的同時存在 而且具有同等的價值 那我想如果從這個副調小說來理解 你就會發現米蘭昆德拉講得非常有道理 為什麼他對他底下的每一個人物都一樣的喜愛 因為他們都是同樣美妙動聽的主旋律 林大律有林大律主旋律的豐富內涵 那麼薛寶釵也有薛寶釵的非常豐富動聽的內涵 他們是同時併存同等的價值的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理解底下 各位來看一下 這還是米蘭昆德拉借這個音樂的概念來闡述 他說音樂的副調是同時發展兩個聲部 事實上不只兩個聲部 也不只是兩條旋律的線 儘管他們呢完美的連結著 但卻又保有他們相對的獨立 注意一下小說人物也一樣 每一個人物都是獨立自主的 但是他又跟別人同時併存 然後能達到同等價值的一種豐富的領現 所以所有主張副調曲式的偉大音樂家 都有一個基本原則 那就是聲部之間的平等 我藉這個概念是希望大家一定要調整一個心態 不要再去做褒貶取捨 要好好的練習尊重每一個生命 他是那麼認真那麼努力 甚至是心酸的走他人生之旅 薛寶釵有薛寶釵的心酸 林黛玉有心 林黛玉的可憐 寶玉有寶玉的苦難 這個我們都是應該要悲靡 要去同情 然後要去認識的 而不要用褒貶去看待他們 好 這是我一直從剛剛到現在 一直在提醒你們一件事情 所以聲部之間是平等的 人物之間是等價的 然後我們也不應該再去用一些好物褒貶 去作為我們閱讀的一個指導 而這麼一來 你會看到很多原來你看不到的東西 那些細節就會從儀式的角落 又回到你的目光 注目的這個對象 然後你的對象就會產生直點 然後就會給你看到不一樣的人性 然後那個人性就讓你深深的感到驚訝 那這個就是我們希望可以作為我們閱讀的一個指導原則 所以這是事實上我想不只是分析《紅樓夢》 我們讀任何小說乃至於我們平常待人處事 事實上都應該用這樣的一個態度去要求自己 那麼如果說把這些原則呢 落實在《紅樓夢》的這一部個案上 我們又會看到什麼樣的東西呢 我下面就舉了兩個漢學家 剛好都是美國的漢學家 他們怎麼樣讀《紅樓夢》 你就會發現真的跟我們一般東方的讀者非常不一樣 那我覺得他們事實上就是體現了剛剛所說的這個原則 那比較簡單一點 那我們來看看用《紅樓夢》來印證一下 可以看到什麼樣的東西 那第一位是我很喜歡的一位那個Princeton的漢學家 就是普安迪先生 他在他的中國敘事學裡面有提到 他說事實上要注意 他的體現事實上完全是剛剛我們所說的那個原則 他認為曹雪芹他是把真假的概念插入到情結當中 那這個插入的情結方式就是透過刻畫真假二世 以及真假寶玉 以及通過整部小說的一個寫實的姿態 然後是為了要來擴大讀者的視野 所以不要以為真就是好假就是不好 所以薛寶釵是假他就是不好 就是曹雪芹要貶低 如果你是用這種邏輯去看的話 我真的只能夠說可惜你一開始就誤入歧途 誤入歧途的結果就是歧入亡陽對不對 你永遠抓不到真正的東西 事實上假跟真可以一樣好 真也可以跟假一樣不好 我不是在玩文字遊戲 是真的是這樣 那但是這個道理要如何去體論到 我想我們要有更多的文本資料 更多的詮釋 大家就做可以慢慢體會到 好 所以真跟假是一樣重要 而且他們甚至彼此之間並沒有本質的差異 那這個道理非常的複雜 我們到時候在透過文本解釋的時候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透過真假的一個辯證關係 要來擴大讀者的視野 那麼也讓讀者看到事實上 真跟假是人生經驗中互相補充 而不是對抗的兩個方面 他們事實上是比起是一體的 甚至可以互相轉化 一線之間就會產生莫大的翻轉 那麼所以他認為太虛幻境 你們都知道太虛幻境非常的重要 那在進這個幻境之前 是不是有一對聯 有一副對聯 對不對 那個對聯我們同學們應該耳熟能詳 你們應該都會背吧 就是假作真實真意假 無微有處有華無 對不對 那什麼叫假作真實真意假 到目前為止我跟各位分享 我甚至在普安迪有一個很獨特的解釋 我覺得這個獨特的解釋非常好 可是非常好的東西不是只有一個 我們會開展出另外一個 對於假作真實真意假的解釋 而這兩種都跟我們一般習以為常的說法不一樣 那我們先來看看那個普安迪先生 他到底怎麼解釋 他認為所謂的假作真實真意假 無微有處有華無 他根本就是含運著二元補充 二元絕不是對立互斥的 他根本是一體的這個概念 那他認為他是一種 如果說呼應小說中其他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他有他的一致性 像豪了歌註解 豪了歌註解是誰寫的 回答不出來了不准選就這門課 因為連這個都不知道就不行 這是第一回很重要的很重要的那個 開宗民意的一個哲理 是不是就是曾世穎對不對 豪了歌是誰唱的 這也很重要喔 因為一生一到 你們只會把他混淪視為一體 事實上當他們來到人間穿梭 要來度脫對象的時候 是有著性別分工 知道嗎 所以專門度化男性對象的人是 道士還是和尚 是道士 和尚度化的、專門的都是女性 所以第一回你們注意一下 唱豪了歌去度曾世穎出家的是道士 好 那這個道士當然也有非常悠久的 一千多年的那個文化傳統 那個叫遊芳道士 遊芳道士他們其實就是有一點 不是固守在某一個道觀 然後就是周遊天下 然後到處去這個因緣度脫 叫遊芳道士 然後他唱的那個豪了歌 其實也是所謂的那個道琴 道琴詩 這個有他專門的用法 我們以後有機會再說啦 所以我的意思 我只是舉這個例子告訴你們說 《紅紅夢》真的是一個 中國文化百科全書 背後每一個都可以延伸到 好久遠的一個文化傳統 然後有很豐富的意義 那我們讀者沒有這方面的知識 沒有這方面的訓練 你根本就讀不到了 那這個是給你們再舉一個例子 來看到這一點 好 那所以這個豪了歌是道士所唱 那但是被瞬間醍醐灌冠底 而豁然開悟的家喻村 他是不是就用他的隱悟跟當下的體認 那麼直接對這個豪了歌 就唱了一段註解有沒有 什麼漏世空堂 當年霧滿床 有沒有 衰草斜陽 成為歌舞場 對不對 一切都是這麼的興衰無常 所以他藉由這個住之後 那個道士就大笑說解得竊 所以兩個人是不是就飄然給去了 對不對 就脫離了這個世俗的糾纏 所以各位就來看一下 就在那個賈語村所註解的 這個豪了歌的這個歌詞裡面 他就有提到這句非常有意思 他說這個是最後最後豪了歌註解的 最後那兩句裡面的 他說呢 那普安迪先生特別注意到這句 我覺得非常具有慧眼洞見 那麼我們對於你方唱罷我登場 通常我們只以為他就是泛泛說 人生本來就是齊齊落落 那麼有生有子 那死亡是不是就是 你要從這個世界舞台退位 對不對 所以那就換別人 就是新的一個世代 我們只會用這麼樣世俗 非常地庸俗的方式去理解 不過普安迪先生他就把他提升到 一個哲理的層次 他認為你方唱罷我登場 不只是在說世代的替換 他要說的是人生的道理 就是沒有人是這個世界唯一的主角 即便不是用死亡退位 由新世代來替換 都一樣的 你跟我在同樣的這個空間裡 我們也沒有任何一個人 是永遠可以霸佔著舞台 然後拿著詭異的麥克風 然後別人只好聽命 可是我們現在好像是這樣 不過這也是暫時的 只有兩個學分 下了課之後 每個人不是都有自己一樣 跟別人重要的人生道路 要去開拓嗎 對不對 所以他認為你方唱罷我登場的意思 就是告訴我們說 這個世界沒有一個優越的 絕對性的價值 事實上大家就是同聲部 然後彼此都在演唱著自己的生命之歌 有的時候聚光燈剛好照到你 你這時候就有了一個發光的機會 可是你不可能永遠是美光燈的焦點 然後這個時候又有別人 因為他的努力 因為機遇 然後他又開始登台 又來展演他的那個粉末登場的風華 每一個人都有機會 來開展他的生命的姿態 我覺得他的意思 這個發現實在非常的好 所以如果把米方唱罷我登場 跟真跟假對應起來 你就會發現真跟假沒有任何一個 是絕對的唯一的價值 那麼都可以有他們很有意思的 這個自我展演 所以我們把這個上完 因為我們等一下會告一個段落 等一下你們會知道我的用意 所以先請各位先把這一段講義看完 總而言之他認為 米方唱罷我登場這一句 更可以說是暗示著二元取代的關係 那普安迪先生他在他另外一個地方 他把這個二元取代的關係 提出一個另外的名詞 叫做二元補秤或二元秤補都可以 我們一般翻譯文字裡面都是用補秤 我習慣說秤補其實意思完全一樣 你們可以參考 就是互相是補充的 你補充我 我補充你才是一個整體 然後我們互相襯托對方 是讓我們彼此同樣的重要 好 所以他認為這個米方唱罷我登場 事實上就是這樣一個二元取代 二元補秤的關係 他認為這樣的解釋 才符合賴以精心結鑽全書的一個補秤手法 好 所以這就跟我們剛剛說的 多聲布啦 腹調啦 或者是什麼 其實完全是一以貫之 那麼這個是普安迪先生透過哲理的說法 來重新理解小說中的幾個重要語彙 那麼我們現在來看各位最熟悉的人物 對不對 我們喜歡紅樓夢 大概最早留下深刻印象的 是不是都是什麼薛寶釵 林大律賈寶玉的三角戀愛對不對 然後這三個人的糾葛 大概就是我們一般讀者最感興趣的地方 然而就在這個感興趣的地方 我們又開始好物分明起來了 我們又要開始有一個絕對的好 來作為我們的這個依循的這個參照 否則我們就不放心 我們總覺得好像有一個非常明確的價值觀 我們才能夠去進行接下去的這個閱讀工作 然而這就造成很多的問題 我們請看下面 這個是在美國已經數十年了 如今可能都高齡90了 夏之勤先生 他的中國古典小說史論這本書 大概是幾十年前的50年代吧 把中國古典小說介紹到 美國漢學界的一個重要的作品 那麼在這麼數十年前 他就已經很深切的體會到 我們一般讀者的盲點 而那麼尊尊的提示 他說由於讀者一般都是同行失敗者 傳統的中國文學批庭也一概 來我們來看這一段 也一概將待遇情文的高尚 以及薛寶釵或習人的 所謂的虛偽緣黃金魚事故作為對照 注意這個都是我們讀者的刻板印象 事實上不是 但是這是我們讀者的刻板印象 一直不斷地複製 現在變成一個舉世截然的成見了 那所以讀者一般來講 尤其對黛玉充滿了讚美和同情 而寶釵跟習人為什麼飽受批評 飽受義務呢 好像他們真正的罪性 還是因為奪走了黛玉的婚姻幸福以及生命 那夏志欣先生提醒我們 這種帶有偏見的批評反映了中國人 在對待《紅樓夢》問題上 長期形成的習慣作法 他們把《紅樓夢》看作是一部愛情小說 並且是一部本來應該有一個 大團圓結局的愛情小說 所以當這個大團圓結局不符合我們預期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找罪魁禍首啦 是誰害的 好 那你就是壞蛋 於是他就變成劍拔人物知道嗎 我們所有的缺憾 我們的不滿 全部就投射到他身上去了 而這是一個非常不公平的做法 小說人物不能夠跑出數月來跟你這個辯論 對不對 他也不能到法院去告你毀謗 對不對 於是我們的讀者就開始濫用 我們的這個詮釋權 那這都是我們不夠格的讀者 放縱自己的地方 好 所以夏生先生很感慨 他說除了少數有眼力的人之外 無論是傳統的評論家或當代的評論家 都將寶釵和黛玉放在一起 進行不利於前者的比較 有沒有注意到 我們凡是只要比較林黛玉跟薛寶釵 目的都只是為了來證明薛寶釵很不好 對不對 那這個比較是毫無意義的 而且出現很多邏輯上的謬誤 具體的情況我們以後再說 所以夏之清先生說 這種稀奇古怪的主觀反應 就如同前面所指出的那樣 部分是由於一種本能的 注意對於感覺 而非對於理智的偏愛 感覺太容易了 我們就被他牽著走 而理智要刻苦的壓抑自己 要訓練自己思想邏輯的嚴密 所以一般人都不做 於是訴諸感覺的結果 就是任由那些表面的錯誤的東西 來主宰我們了 所以他說如果人們仔細檢查一下 所有被引用來證明薄釵虛偽狡猾的章節 你就會發現其中任何一段 都有意地被加以錯誤的詮釋 這個是在我多年研究閱讀的 這個心得中完全贊成的一個感慨 真的 我覺得我們讀者非常不公平 而且非常不要求自己 我認為這是我們應該要避免的一個現象 好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簡單的說明之下 我們事實上有一些對於剛剛所提到的 這些部分的補充 我放在另外一個部分 那請大家看一下這個螢幕 好 那你們可以看到 這是對我們剛剛講義的若干補充 就是說從第一段 三本懸匠禪詩在提醒我們讀者的角色 跟經典一樣重要的時候 我事實上是非常希望你們知道一個道理 就是說當我們作者被感覺所主宰 而不用理智去思考的時候 我們事實上所講出來的那些話語 他事實上只有意見的資格 而根本談不上知識 只有訴諸理智、艱苦的、客觀的、嚴謹的 我們所得到的那個看法才會是知識 那麼這個很有趣 因為我知道我們一般的同學 並沒有受到這些訓練 我們藉這個機會來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們到底人類應該要怎麼樣 來提升自己的自信 而使得我們的努力 是真正能夠讓我們的頭腦更加的精進 這個其實是來自於淵遠流長的那個希臘文 那對西方人而言 他們對此分別的非常清楚 他說事實上人類講出來的話 在你在做判斷、你在做描述的時候 可以有兩個層次的分別 一個叫做意見 就是doxa 一個叫做知識 就是epistemic 那各位你們可以看下面 這個doxa後面是希臘文 它當然是一個希臘字 那它意味著其實就是一個common belief 或者是一個popular opinion 意思就是說所謂的doxa就是一般性的啦 大家都這麼說 我們普遍都這麼以為 那也是很輕易的就可以達到的一個說法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人云亦云的成見 這個就叫doxa 但是experiment不一樣 它是要求我們要做到所謂的knowledge 或者是science 而你們都知道science或knowledge 是不是要經過反覆很多次的檢驗 實驗、印證、推敲 然後嚴謹到它沒有例外的時候 我們才把它稱為是一個真正客觀的知識 那我用這兩個字呢 主要是來跟大家分享 真的我們一般人在讀書 在想事情 在做判斷的時候 真的只是在doxa的層次 我們不願意好好的要求自己不知為不知 我們不願意承認 我們很多東西不知道 我們就很急著要來表達自己的想法 那只是一個自我情緒要去宣洩的一種快感 可是快感還是感覺對不對 所以訴諸感覺的結果 你得到的就只是doxa 但是我非常希望我們要訴諸理性 所以我希望我們對於紅樂夢的理解 可以是到達experiment的地步 當然experiment並不是只有一種 知識當然不是只有一種 但是每一種它解釋只要是知識 它就是要經過非常嚴格的過程 以及自己反覆思考 然後最終確立的那個東西 那這是我非常希望來跟大家分享的 我們應該有的一個讀書或什麼樣 做人的一個習慣 那麼也正因為 也正因為我們一般的紅樂夢讀者 往往都只是訴諸感覺 訴諸於doxa 以至於他們對小說人物在進行 這個道德推論的時候 對啊 我們最喜歡講善悟好壞 或者是褒貶嘛 這些其實都是一種道德的一種推論 那因此就常常出現一些謬誤 就是說我們往往是由經驗語句的前提 然後就推論出價值判斷的結論 好 那這個就是包括說 由實然的前提推論出因然的結論 好 這是非常邏輯的那個用語 你們意思之間聽不懂沒有關係 我要說的意思就是說 明明小說中描寫的都是經驗的內涵對不對 他說了什麼 他做了什麼事 那人跟人事先怎麼互動 小說的世界根本就是一個經驗的描述 可是為什麼我們的讀者 常常在這些經驗的描述當中 就去做一些價值的推的判斷 所以薛寶釵就是假 就是不好 這個就叫價值判斷 懂意思嗎 可是明明薛寶釵他是在做一種 他作為一個生命體 然後受到那些文化教養之後 他的自覺跟他的不自覺 然後所形成的自我的一個生命的表現 好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就這些表現 就直接推論出一個價值的論斷 好 那林黛玉是這個樣子 薛寶釵是那個樣子都是實然的 他實際是那樣 但是你為什麼從實際的那樣 你都推出他應該要怎樣才是對的 這個就是一個所謂的推論上面的謬誤 那我舉這個歷史只是要告訴各位 當我們只訴諸感覺的時候 我們很容易在推論上面 就發生這種推論的謬誤而不自覺 那我因為很努力的要求自己 然後常常提醒自己 我剛剛做的論斷是不是有這些問題 把自己再超越出來 把剛剛想到的 當作是一個課題重新思考 然後你就會發現他恐怕還有一些盲點 那這樣子的反覆訓練之後 我們的論斷才會終於呢 可以是到達MSTM的並步 那這個是我想今天在這個第一堂課 開中迷你呢想跟大家分享的 那當然從下個禮拜開始 我們就要正式進入到那個 紅紅夢的單元來談 好 就是這個紅紅夢教助 他的優點是這樣子的 他有教有助 你們不要以為紅紅夢是白話文學喔 你不要以為因此你就看得懂喔 不 他有很多的舔文 有很多的文言文的敘述 更不要說他其中夾雜了很多的詩詞運文 那些東西 所以一定要有數解 這能夠幫助你 他當然還有教 教的原因是因為紅紅夢 是一部非常獨特的小說 他根本是一個未完成交響曲 然後所以在未完成的狀況底下 曹雪芹在死前 事實上在親友圈中 就已經流行好幾個版本 有的時候他寫完這幾回 同好們 同好都是他的親友 親戚或朋友 就很好奇就借去 大家就傳閱 那過了一年半載 他又多寫了一些 同時也把前面寫過的東西 做一些修改 又有一個版本出來了 大家又借去流傳了 就這麼一來紅紅夢前80回 就有好幾個版本 那所以這麼一來 這個教他就會提供我們一些 版本學上面的一些價值 讓我們知道說原來所謂的立本 是這樣的過程而來的 這個是他的優點 那麼第二個就是 他的那個排版怎麼比較親民可讀 不會那麼的密集 我覺得這對 你們紅紅夢是要預計讀到幾歲 紅紅夢可以讀到60歲對不對 70歲 周汝昌先生已經到90幾歲還在讀 所以我總認為好的版本 是可以陪伴我們一生 所以你們可以以這個角度做一個考慮 第三 最不重要的是他有副彩圖 好 這個當然最不重要 我們看圖幹什麼 而且他有些圖 我也覺得是在散播刻板印象 例如說 例如說 如果是鳳姐 這個鳳姐他就取他的一個特徵 就作為這個畫的主題 可是你們知道做一個主題 是不是一定會畫版為簡嘛 就一定是簡畫嘛 然後他下面就有一個 這幅畫主題的一個標示 就是鳳姐弄拳 欸 鳳姐真的只能在弄拳嗎 我倒看到他很可憐的地方 所以像這種東西我覺得反而會誤導 然後例如說林黛玉 你們就猜猜看 他一定會選哪一個主題來畫畫 當然是帳畫 再來林冠呢 林冠這個人物 他會畫哪一個經典畫面 最有代表性的 對的 林冠畫牆對不對 他的深情 然後薛寶釵呢 嗯 他一定會畫什麼 喔 沒有一定啦 薛寶釵比較複雜 薛寶釵就畫那個什麼 鋪蝶 鋪蝶那一段也很美啊 然後呢 還有一些席人 我最不滿意的 席人他就用什麼主題 來作為他這個繪畫的焦點 告密 我完全不同意 他完全沒有告密 然後我覺得我們都在後烏古人 反正那古人 不是 後烏小說 人物 你們知道我用哪個成語 就是我們太過度的去 污賴這些人物了 好 所以呢 這些彩圖我想就是你們就欣賞 淡宅他的畫筆 他的觸感 他的美感 但是我想很怕 對我們的幫助並不大了 那所以我想這個是你們可以考慮到的 那第四個呢 當然他第三冊最後面 有一個非常完整的人物關係表 但是那個人物關係表 就是我剛剛說的 會讓入門者更眼花繚亂的 所以恐怕對初學者幫助也不是那麼的大 好 這是第一個 那事實上有一個最重要的優點 就是他是用所謂的更成本做底本 好 那為什麼有這個問題 就是因為我剛剛提到了 紅紅夢的版本是不是有好幾個 不同的版本的變化 那最早那個版本叫賈虛 所以當然也非常可靠是胡適發現 但是很可惜他總共只有16回還是18回 無以虧其全報 那更成本是這樣 還是在曹雪芹生前就在親友圈流傳的那個版本 所以蠻可靠的嘛 對不對 就是曹雪芹自己的原意 那他最大的優點是他是80回本 其中只缺63跟67 只缺這兩 還是68 反正就缺兩回 可是缺兩回是不是就是瑕不掩餘嘛 對不對 他至少已經是一個所謂80回的全貌 所以用這個版本比較容易 真切地掌握到所謂曹雪芹的原意 我自己的曹雪芹 就剛剛跟我批評的是不一樣的層次 那所以呢 這樣子一來呢 我們就不會被誤導 你們知道嗎 因為80回是一個產品 那對於讀者來講總是若有汗菸嘛 你們到那個漫畫租書店 會去租漫畫看的時候 通常不喜歡租那種還沒畫完的對不對 就是因為不過癮嘛 你就有一個懸蕩在那裡 那同樣的道理 當高二跟書局的老闆陳委員 他們呢認定這部小說 有一個市場價值的時候呢 他們就由這個市場考慮 然後就把後面的40回把它補完 然後這就變成一個很完整的面貌 而果然紅樓夢也是透過他們 才達到一個很高度的普及 否則本來紅樓夢是用超本的方式 這我們下個禮拜可以說一下 是用超本的方式在少數親友之間傳閱的啦 是這樣 那問題是陳委員高二他們不滿足於 只把後40回補完 感覺上有一個整體性 他還去改前面80回的知道嗎 還改了兩萬多次這樣子 那這樣子當然就扭曲了很多的東西 所以你如果只看陳委員高二的那個版本 我們叫做陳高本系統 他有兩個版本 一個叫陳家本 一個陳一本 隔了半年多再度推出的第二個版本 總之這叫陳高本 那麼在陳高本裡面呢 你的前80回恐怕就有很多地方會被誤導 因為你知道嗎 人物是這樣子喔 我多加個幾句話 多描寫一句他的表情 你對這個人的感覺是不是就不一樣 對不對 那所以陳委員高二改那麼多 某個藝人講當然就會很嚴重的干擾 曹雪芹想要表達的 所以用根成本最可靠的就是 他已經是最貼近曹雪芹的原意 那前80回用非常的完整 所以這個版本最大的價值在這裡 但是如果你問我市場上 還有沒有別的用根成本做底本的呢 有 但是有的是用根成本做底本 但是他沒有柱 柱沒有那麼詳細 或者是他的牌版 不是那麼樣子的月幕等等等等 所以最後我的意思是說 所以我就採用這個《紅樓夢》叫柱 那至於我們《紅樓夢》到底有哪些 比較好的參考書可以用 我必須跟你們坦白說 我非常困擾 我覺得《紅樓夢》就是一直長期以來 有這麼多的成見在主宰 一直都不是用複調的概念去看他 所以有很多的說法 對我而言都是只有唐花一現的某些亮光 但是整體說來我總是會有一點保留 那所以這麼一來 那推薦好的作品我就真的有一點困擾 那這個請再給我一點時間 可是我想在我們的課程 綱要跟說明裡面好像有附一個參考書目 我記得有 那你們再附案一下 再check一下 如果沒有我再提供給你們 那那些那些書怎麼講 我覺得有的偏重在人物 有的偏重在哲理 但是真正好好的把《紅樓夢》做一個整體式的 一個有框架有條理 層層面面都能夠兼顧到的那個寫作的 這樣的洪學的書是沒有的 所以我也就非常煩惱 那所以呢 我想沒關係 你們只要遇到有什麼你們關心的課題 你們就私下來問我 那我就告訴你 這個課題你們也許可以看什麼 因為有一個全面的包羅的書都我找不到 所以就只好用這樣的一個遊擊隊的方式去進行 這是一個 那請各位看一下這個人物關係表 就是我們剛剛一開始所說的東府跟西府 這是有原因的 各位要注意 寧國公跟榮國公誰是哥哥 誰是哥哥 寧國公 那在中國傳統的那個倫理秩序裡面 長幼有序 所以《紅樓夢》裡面也有一句話 講得非常清楚 賈家這種真因釋迦 凡做弟弟的都要怕哥哥 有一段講到那個賈環跟賈寶律的時候有提到 這就是他們整個大家族在運作的一些基本原則之一 那所以寧國公司哥哥 注意 所以他的方位被排在哪裡 東邊 從先行以來 中國文化在方位的隱喻關係上面 就是以東為尊 知道嗎 這很重要喔 這個原則是貫注在他們日常生活當中 你們知道賈府有多少人嗎 老同學可能就知道了 先不管主子 因為這是一個大家族 大家族的運作其實是下面靠很多的那個丫鬟 奴仆在幫忙的 那所以這些全部都叫賈府 整個叫賈府 你們知道賈府有多少人嗎 《紅樓夢》裡面有兩個地方提到 一個地方在第六回一開始 說賈府呢 人也不多啦 上上下下有三四百丁 丁是只算男丁 就三四百了 那是不是要加女生 女生至少一輩 是不是要加小孩等等等等 然後所以到了五十幾回的時候 有一個地方 透過社月在罵那個不知理的 那個老媽媽的時候呢 他有提到 他說家裡上千的人 你也來 我也來 我連人都認不清了有沒有 所以這裡就告訴我們說賈府有多少人 上千 很恐怖欸 就這樣封閉在一個特定的空間裡面 日日夜夜二十四小時生活在一起 所以這樣的一個緊密的一個人際關係 他告訴我們很多的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說你一定要有秩序 否則一定會混亂 懂嗎 沒有秩序是不可能維持的 所以你不能抨擊禮教 禮教他事實上是有他實際上的必要 第二個 我要告訴你們這件事情是 就是因為他們二十四小時 整天這樣子互動頻繁 然後日日夜生活在一起 你們認為要作假很容易嗎 事實上是不容易的 反而比我們現在要困難得多 我們現在講究開放 講究流動性 然後結果事實上要作假反而容易得多 要造謠 要陷害別人 事實上更容易 這個我們到時候等到相關的專題的時候 我再告訴你們 所以非常有趣的 真假不是那麼容易的 那所以呢 我們這個東西的這個方位學怎麼樣 變轉化成為他們日常生活的一個移則 來協調他們的生活的運作 這個我們其實假如你們有興趣的話 我們也可以有一個專題來看 好 然後再來呢 我要跟你們提醒一下 這邊沒有寫 就是寧國宮 他的名字是假髮 我又知道你們會偷笑 不要用寫音去講 你們好喜歡寫音 那那個 那個也有另外一個地方提到的時候不一樣 叫假眼 眼跟髮 那榮國宮就是假元 所以他們是水字背 那這種用單一天旁或單一用字 作為同一背的標示的 這個古文裡面叫做挑名 這個念挑 這種是尤其是大家族他們最常採用的 所以你看在那個國宮也的第一代 他們就是所謂的水字背 好 就是水字背 而且你看他在水字眾多的文字裡面 他所選的 其實都有完全配合賈府的那個世代演化的 這個需要 有沒有 你看 圓就是什麼意思 就圓頭啊 賈家就是由榮國宮 寧國宮打下基礎的嘛 對不對 接下來的百年附會 完全都是由他們一手創造出來的 所以他們是源頭 用河流的生命來比喻的話 那另外的是髮跟眼 我覺得用眼可能比較好 因為眼是不是就有演化的那個意味 有沒有 源頭開始 然後就一代又一代這樣演化下來 那所以接下來就是戴之背 然後再來就是文字背 這個要念文 我們現在叫做瀑布 其實在古文它獨立一個字的時候 即便是天旁他們都叫做文 就是文字的這個文 所以當然這種釋迦大族一定是盡量 尤其是齊人 就是滿清的那個齊人的這種文化背景 都是要求文武雙全的 所以你看這裡有個文字背 那接下來就是各位最熟悉的那個玉字背 好 那再來最下面就是草字背 有沒有發現有一點美礦玉下的味道 好 總而言之 所以啊 賈家百年 在中國傳統的天命觀 家族生命史的概念底下 百年幾乎就是一個家族生命的宿命的鏡頭 那所以整個故事基本上 就是在一個末世所開展的一個悲劇的回眸 眷戀過去的繁華 然後你就對即將失去或必然失去的一個感傷 那這個就是他很引人入勝的地方 好 然後呢 請各位再注意幾件事情 第一呢 你們會發現 東府的那個重要人物是會非常少對不對 那也就是這部小說他有很明顯的輕重 那麼他的整個筆墨主要是聚焦在那個榮國府這一邊 那你們看到榮國府要注意幾件事情 榮國府事實上是分大房跟二房 就是賈母下面 賈母是姓史 知道 那所以我們有另外一個稱呼叫史太君 那他生了兩個兒子 女兒好幾個 那當然最重要的一個是賈米 因為賈米是林丹玉的母親 所以我們把他畫在這裡 實際上這個畫法是不對的 知道嗎 因為嫁出去的女兒是潑出去的水 他不應該算在這裡 可是沒辦法 我是要讓你們知道 《紅樓墨》裡面的那些人際關係 所以我把他畫在這邊 那大房是賈社 你們都知道對不對 然後賈政他有一個鄭沛夫人 就是王夫人 那他有另外一個重要的妾 叫做趙姨娘 事實上他的妾不只一個 對不對 另外還有一個叫周姨娘 但是周姨娘很安分守己 所以也不惹事生非 所以也就沒有舞台類表演 不過這個邏輯很奇怪 總而言之所以我們忽略掉他 不影響到對整部書的解讀 那所以我們就只看趙姨娘 那賈政跟王夫人他們生了三個孩子 那賈政跟趙姨娘又生了兩個孩子 所以我們下面這種畫法都非常的清楚 然後其他的就你們自己看 請各位注意有沒有注意到我把賈社也畫在東邊 有沒有注意到 這也是因為他是大房 他是大兒子 然而這裡面有一些非常奇怪的地方 我們講到大官員的這個專題的時候再說 事實上你們有沒有發現 賈社他是習了那個爵位的 但是賈家真正的掌權者是他還是賈政 是賈政 這麼奇怪的 那為什麼連他們住的地方的安排 都有一點違反我們的那個長幼 有去敵長子繼承的那個原則 而為什麼這些都有很多可以 要重新去跟各位解讀的地方 那我們等到專題再說 那現在我想你們大約就已經知道 這些人物關係表的安排 請各位請你們夾在課本裡面隨時帶來 為什麼呢 因為這樣的畫法會很有幫助的 讓你們在理解大官員的建造的時候 有一個很清楚的空間的那個概念 好 大官員的建造其實也是配合這個 所以意味深長 所以我想你們夾的時候 隨時可以拿來對照你們就非常清楚 原來大官員的那個理念 他所要蘊含的那種複雜的 跟某一種悲劇的宿命的吊詭 其實都隱含在這個方位裡面 那這個我們到時候再說 所以我們剩下的那個最後的10分鐘 我要跟你們再補充一個必要的 就是我們這一學期的 syllabus 就是我們會上哪些單元對吧 這應該是第一次上課應該要交代的 所以除了今天之外 我們會上到的 我跟各位做一個並不嚴謹的交代 因為你們知道人文的東西 有的時候我想到插播一下啦 你會聽到一些別的東西 可是我們的進度可能就會深知 這樣可以接受吧 不能說老師不大會掌握時間喔 不可以罵老師 好 因為我們很努力在上課嘛 那所以我們的單元主要就是那幾個 但是就因應實際 我們想跟大家分享的那些東西 再做一個彈性的調整 我們首先第一個一定會上到神話這個單元 因為我們紅龍夢一打開 第一頁就是神話 第一句就是神話 所以非得要從神話入手不可 神話簡直不只是為其中重要的特定人物 就是賈寶玉與林黛玉所做的一個 先天性格的設定而那麼創造的 事實上整個神話根本上就是 整部小說的基本架構 那某個意義來講 整部小說的敘事的那個過程 跟他敘事的某些內在的要求 都因這個神話而得到了一個 很清楚的一個這個基礎 所以這個我們要花很多時間來談 那這個真的不曉得 會不會要花到兩三週的時間 這個大家有一個概念 那接下來我們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這個就可以請大家一起來幫忙提供一些意見 因為我個人沒有prefer 然後我覺得都好 哪一個單元我都有一些想法來跟你們分享 但是那個優先順序 我覺得你們可以根據你們的這個班 普遍的一個意象 一個intention來做一個取捨 那我的概念是呢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紅龍夢中的一個 所謂的趁與世的表達 那所謂的趁與世的表達呢 或是詩中某一些命運的預告 那個這個當然在第五回是最明顯 事實上整部小說裡面用了非常多 各式各樣的方式來對個人 對賈母的命運進行一種事前的一種暗示 他的手法一方面既吸收 2000多年來的中國文化的秤的傳統 可是他也有推陳出新 自己創造出新的秤的暗示 然後裡面好多的層次 好多個手法 我先掉你們胃口 其中有一個 他雖然是吸收明清戲曲常用的一個 霧稱好的手法 就是透過霧來作為某一種 尤其是男女之間關係的那個預告 我先跟你們掉一下胃口 這個霧稱紅龍夢裡面用了16次 16次 而這16次再分成三個類 結論是 好 結論是 我赫然發現 真的不只是小說家 對他筆下所寫出來的東西感到驚訝 我作為一個研究者 我自以為對紅龍夢很熟了 可是當我好好的把這個專題弄清楚之後 我對於那個結果 我自己都很驚訝 就是原來曹雪芹事實上 是一個非常傳統的婚姻命定觀 他根本上接受的就是婚姻應該是父母之命 沒說之言 怎麼樣 很奇怪吧 你們總覺得曹雪芹好像最喜歡林黛玉 給他最大的同情 也對他的悲劇有最大的一種感傷 好像林黛玉就是追求愛情自主 婚姻自主而不得那麼歲月的一個悲劇人物 好像我們看紅龍夢感覺是這樣 但是如果你透過其他的那個層次 你再多多的全面去理解 你會發現曹雪芹他竟然認為 只要是出於私情出於自主的一種 男女關係的選擇就必然要失敗 必然要面臨毀滅 反而是父母之命沒說之言的那幾組男女關係 最後其實都是圓滿達到婚姻 當然婚姻之後是不是幸福 那是另當別論 但他們都結了婚 我們不都認為公主與王子結了婚之後 就過著幸福快樂著生活嗎 我們對於婚姻好像很粗糙 很想當然會有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但是呢 所以我們先不管婚後到底幸不幸福的問題 假如婚姻視為男女關係的一個圓滿的 一個階段性的狀態 那麼凡是合乎禮教的 那就會是圓滿的 很奇怪 我真的覺得我越研究 真的是越感受到一個 連我自己都很深受衝擊的一個結果 所以我並不是在一個既定的成見 主導底下去看小說 剛好相反 小說 來 我們再來補充一段 來 就是剛剛的那一段 剛剛米蘭昆德拉曾經說 小說家不應該是任何觀念的代言人 他甚至不應該為自己的信念說話 在這一段話之前 他引述了法國非常著名的小說家 就是弗洛拜 有沒有 弗洛拜他不是最重要的經典作品 就是包法利夫人 那弗洛拜呢 以他這樣子的一個典範人物 他都這樣說 他都這樣說 他說小說家的任務 就是力求從作品後面消失 就是你寫完之後 小說家你退位啦 你不應該再去滔滔不絕講 我這個小說到底要表達什麼觀念啦 作者已死 而你自己也要心甘情願接受這個宿命 寫完之後退位消失不見 讓作品自己去說話 讓夠格的讀者去慘發你這個作品 源源不斷的生命力 好 我想同樣的話 我也要這樣子的說 我作為一個讀者 也是因為作為讀者的個體的我消失不見之後 我反而好像就看到《紅龍夢》 我原先看不到的東西 所以只有取消掉我的有限性 那麼這個作品的無限性才會展開 這就符合了某一個諺語 我非常喜歡的一個諺語 他說一個人要勇於縮小自己 然後他才能夠偉大 很微妙 你不縮小自己你反而不能偉大 因為你就被那個我限制住了 而任何一個我一定都是非常的狹小的 所以我想我們剛剛講到這個誤測 也是同樣的道理 當我不再認為 我們就應該要像以今天的個人主義 來作為一個價值判準的時候 那我就盡量開放掉 把自我取消 結果《紅龍夢》裡面 就出現他本來的面目 他本來的面目就出現 所以我想我們今天最重要的其實就是 跟大家說明一下我們閱讀的態度、立場 以及我們可以進行自我調整的原則所在 那希望我們盡量用這樣的一個 雖不能致心向往之好的一個高度 來讓自己變成一個足以跟經典 分靈抗禮的一個讀者 那這是我的一個想法 那這個趁語又很多 所以又要花很多的時間 我們只剩兩分鐘 然後那接下來還有一些內涵 我很猶豫 所以也歡迎你們提供給我你們的想法 我們一定會再上一個很大的專題 是大觀園的設計 我們至少大概會花這個 裡面會有10個小章、小節 從10個角度或者是11個角度 來討論大觀園 他的整體的構造是什麼 那以及他隱含的象徵意義 那由於大觀園是不是 《紅龍夢》最重要的一個樂園舞台 那他當然也牽動到整部小說 對於這個世界的看法 對於人性的看法 對於人成長所必須面臨到的 很多的無可奈何的一個看法 所以大觀園的好好的、全面的、 崇敬的理解是必要的 好 不要再把大觀園當成是一個 無憂無慮的、自由、浪漫的樂園 非也 我慢慢研究之後發現說 不 大觀園本身也是一樣的一個矛盾題 好 基本上一個偉大的小說家 絕對不會簡化 好 這個就是好 那就是不好 然後這個好就一切都很完美 天下沒有這樣的東西 偉大的小說家也不會寫出這樣的東西 所以這個大觀園的專題 我們又會花很多的時間 那另外當然我們還會有其他的專題 包括優先模式、誤導模式、思凡模式 那這個都會很花時間 然後我們可能還有一點時間的話 上學期應該還有幾週 也許就可以來上幾個人物論 好 那那幾個人物論 任君選擇都可以 好 你們喜歡先上誰 我們也都可以來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那由於《紅龍夢》真的是太豐富了 所以我想表面上我好像只講到三個重點 對不對 其實不只 裡面每一個單元下面都有很多不同的部分 那所以呢 假設你們可以先暫時接受這樣的規劃 那你們有什麼別的想法是我忽略掉的 歡迎你們課後來幫我補充 我們可以大家一起來協商 那另外的話就是說 希望你們注意最後一件事情 好 就是請你們盡量閱讀《紅龍夢》 好不好 我不規定進度 因為我覺得讀書應該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 然後你就盡量的你喜歡的地方就多讀幾遍 還有讀不懂的地方 不喜歡的地方怎麼辦呢 比如說讀到《冷子星演說》 《龍國府》那一大段有沒有 什麼天地生人族正記什麼什麼邪記 然後那些讀到這種地方的時候 你萬一不喜歡或讀不懂的時候該怎麼辦 蛤 你們會說老師我要做一個好學生 我要刻苦把它讀完 我說不必了啦 你就給他跳過去啦 好不好 對 反正刻苦也沒用的就不用刻苦了 不要浪費力氣 然後呢 盡量把前八十回 欸 小心喔 後四十回盡量不要讀 真的 真的 因為先入為主的觀念很難抹滅 你知道嗎 你讀了之後會干擾到你對前八十回的認識 那時候則不常出 所以後四十回盡量不要讀 那前八十回盡量努力的讀 好不好 好 那這個就你們的工作 我就不規定了 好 那今天呢 就先暫時講